合理的击球点到底在什么位置 正手皮球有哪些注意事项 如何才能掌握正确的发球动作 发烧有钱来问人 肖杰教练首到兵 大家好 我叫王彦璋 今年35岁 我打羽毛球已经有10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一些指导 在我打羽毛球的期间 也发现自己一些问题 所以想通过这次学习 提高一下自己的羽毛球技术 你好 你是什么困惑 自己条件的限制 有时候我老觉得自己好像力量不太够 尤其有的时候被人压到后场以后 回球比较不到位 这样子 先打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 全场的随便打一打 好吗 好的 来 我刚才看你打了一下 我觉得你步伐很灵活 你跑那么快 但是实际上你并不站主动 那么我觉得你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手上的地球啊 没有对对方构成很大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打点很低 本身你不是很高 如果你的打点还更低的话 你的球出去以后 由于矮 它过晚有个抛弧线 速度就慢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你发球的时候啊 你动作不是太协调 那么我现在呢 跟你讲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动作要理 你怎么样把你这个击球点提高 放前 你首先 这个后场球啊 开始的时候 首先你有一个准备侧身 侧身 当球下落的时候 这关键的一点 第二步 你的手肘要扇抬 手肘要 一定要扇抬 扇抬到 几乎影头 齐平的高度 这个高度 我们所叫的影拍 手肘扇抬 小背自然的后倒 击球 你看 如果你的手肘 没有扇抬的话 你如果手肘到这 像你刚才一样 你就这样弯着手打球 那个击球点就低了 那么我准备姿势 手肘上台 小背后倒 影拍 击球 外旋击球 这个手腕要立起来 手腕外旋 击球 下来 偶射手腕 股票 嘢 豹 那个手腕 老门 你都知道 她的手腕 最后 几乎 的人 这次 手腕 你刚才的击球点是在右肩的偏后了 等于在头顶的上方大概有点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击球 那么正确的击球点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头顶球 如果我打高远球 那就在我的右肩的头顶前上方这个位置 那么调球呢稍微十公分往前 这个位置击球 如果刹球的话还得在前十公分 这个位置 角度才好你才能够往下走 你打球的时候是手腕是塌下来的 就有点像这个角度击球 那么我现在你要立起来 你掉球的时候 它击球的时候 它是斜拍面有个包切动作 那如果你这样子去打 靠你的手腕 它那个球就速度不快 不接 你如果把手心空出来 你看用手指往下抠 最擅翻 一包贴 这样一个角度 它的那个球就会向下去 听刚才说的 要最高点的机球在身体前面 原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可能自己做出来就不会那样 你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练习 就是借助这个球腕 你要想象这个是一面权 你的手肘在转的过程当中 手肘不允许碰这个球腕 你看你再一转 强迫把这个手肘就抬到这个高度 你接下一个动作 你一打 不就很高的最高的机球点了吗 你就做这个动作 你看准备 转 准备 不允许碰墙 你来试试 靠近 靠近 产地 准备 就是 准备这个左手抬起来 这个左手 准备 好 走 好 再来 准备 好 比方说你在家里 你就可以在墙壁的地方练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的练习 你习惯了 把这个手都举上去了 然后到场地上呢 你可以呢 先开始做一点打一点 让你这个动作再固定 加固 巩固 巩固了以后的话 你可以加大一点难度 两点打一点 那么之后呢 你可以呢 再进一步呢 怎么样呢 已经喝到前场 前场打完了以后 就后场变成三点 甚至于四点 更多点的 进行这样的练习 这个好一点 然后 走 高一点 太矮了 好 停 这个好 小婉 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可能理解了 第一个 就是把手肘往上抬了 但是你刚刚还抬得不够 但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是清楚了 你能够往上抬 那么要打好这个批掉球 除了往上抬了以后 真正的鸡球呢一下 靠手腕手指 你看我的手腕手指 这样扣住 两个食指拇指扣住 这样切 有一个这个动作 最后的手腕扇 你看这个动作 如果你打直线的话 吉他的右侧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在右侧 这样包切 右侧部位 包切 如果是你要打斜线球的话 吉他的后部 切 这个位置 打球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意识 想着赢着球机 高点机 至高点机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右侧 请不吝点赞 右侧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那个发球啊 你的这个姿势不太协调 你关键是发球的时候的急修点 太靠近身体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发球啊 我们应该在这一点 左脚的右前下翻 这一点是最舒服的一个急修点 在这把球打着 你是在特别靠近脚的这一点打球 你发力不会很充分 而且你这个位置击球 你打不了斜线球 发不出斜线球来 有没有 你实际打打球的过程单 是不是不容易发出斜线球来 反正我平时打球 发球的时候相对失误比较多 失误比较多 那就是这个问题 你来试一下 好的 好你停一下啊 你这个拿球 如果是正手发球 没有一位选手是这样拿着羽毛球的 他一定是这样子吃球的 为什么呢 你这样子吃球的话 你犯球 他特别稳定的下落 发正手球的时候 别这样拿球 发反手球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样拿球 然后侧身 身体要对着 先左肩对腕 你还要注意点啊 你的脚 你刚才打球 两个脚都这样动起来了 严格的说来 你这样一犯规了 发球的过程当中啊 随着重心的移动 后跟可以立地 但是早间不能有任何的拖动 好一点 继续一点 再远一点 是舒服一点 是不是 对 等于你可以很自然的一个角度 把你的力 积在球赛 发在 用在球赛 发小球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机球的时候 手指全松的 斜拍面 收腕 切肌 摩擦 切肌球 然后把球往前 有的稍微推送一下 这样一个很柔的动作 积球的手间 手指手腕 稍微收晚一点 晚下一收腕 会特别稳 你看他这个球就过去了 你这个角度 我刚才我说了 你发斜线球发不了 而且你发后场的力量 发力都会受到限制 如果你让开来了 像刚才这样 你看你发小球 你发高球 你全都可以很自入的 同一个动作 我可以出小球 高球 平高球 平射球 四种球 那么你的对手呢 他就不好判断 那你就灵活得多 好 那就先这样子 谢谢夏老师 不跟我说 不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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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